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什麼叫滲透鏡 滲透鏡呢 就是我們壓下去 它會晃動 所以我會先固定住 壓下去 然後它有抵抗力的時候 我們再 拉上來 然後再壓下去 然後它的反抗力就會逐漸減少 然後到了極限 它就又開始反抗了 好我們就再 拉上來一點 力量拉上來 接下來我們再按下去 你就會發現它極限變多了 就它反抗力變少了 我們要讓它適應我們的力量 然後逐漸的讓力量滲透進去 這就叫滲透鏡 好我們再深層一次喔 然後你看我整個身體重量再壓上去多一點 哇都不叫 好算你狠 然後接下來是遠端發力 我們利用我們的腳去發力 我們靠在硬力點上 這樣 靠住之後 腳推過去 有沒有我們腳這樣子打直 用力推 力量就會發送過去 因為場地的關係 所以我會用比較奇怪的姿勢 好另外一種呢 就是這樣子 因為太矮了 好就是這樣 有沒有這樣子力量就會推過去 我們利用腳 有沒有這樣子力量就會推過去 好這就是遠端發力 好我們接下來介紹垮型 就是我們的上半身 我們利用 手肘這樣子放上去之後 然後放鬆 力量就會滲進去 然後就拉起來 力量就會起來 我們利用上半身的重量 下去壓 下去壓 接下來我們要利用我們核心的力量來按 那如何按呢 就是肚子發力 所以你會看不到 我怎麼樣發力的 用肚子這樣子發力 只是這個人太冷靜 如果我發力的話 它其實會跳起來 你激動一點 所以一些 我看我們台灣好聲音 其實是因為我都用核心發力 所以對方就會很激動 那這種核心發力呢 它就會出現穿透鏡 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才的滲透鏡是讓 對方適應我們的力量 然後就慢慢的不會反抗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穿透鏡 是對方無法反抗你 而直接穿進去 所以這種感受會非常的激烈 所以會 有些人他就會變成我們台灣好聲音這樣 來我們看一下核心發力 核心發力就是 用我們肚子發力 那肚子呢 可以出現這樣力量 來 那我們可以試一下 來 你的拳頭放在我肚子上 對他會自己把拳頭縮掉 要不然 你會有點受傷 對 因為其實 肚子的力量比腳更大 可是是要訓練過 好了 好 好帥喔 好 來我們繼續 這個就還好 這就還好 好來 接下來我們用核心發力 核心發力的感覺會不一樣 所以你會看我動作很小 然後可是對方反應很大 我們剛才就實證了我們的理論 我們再試一次 好 不行 受不了 好那我們就換垮型 我們再看一次 垮型 一開始 對對對 然後你看垮型 有沒有 他就完全受得了 我力量這樣中 這是滲透力 不是 這只是垮型的發力方式 但是滲透鏡是要拉起來 然後再壓軀 拉起來再壓軀 然後慢慢的讓它適應 然後我們剛才的穿透鏡就是 無視對方的阻礙力 這個東西呢就是無視防御力攻擊 對它叫穿透 然後我們這種溫和的叫滲透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穿透一次 啊 你看 這是輕微發力 好 對 很多人呢 很受不了這種穿透鏡 所以它的 它的 好處是 它節目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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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